樞紐分析的程式在云端白板上面有一個叫樞紐圖的一個SUB 基本上它程式可以分成三個區塊 第一個就是說你畫出那個圖,按F8好了 然後來源在哪裡? 來源可能比較容易出錯 你要跟它講說哪一個Source的話 這個參數指的是我要畫圖的表來源 因為它畫圖一定要一個表格 所以我們指定的就是A3應該到B12這個範圍 這樣的話你會發現它就可以根據這個資料來源幫你繪製出你要的結果 剩下來的話其實還有兩個地方 一個就是把上面的標題名稱做變更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有一個with到endwith 中間的話其實開頭一定都是這個物件 叫做active chart 其實剛剛也出現 active sheet 就是目前活動當中的圖 有沒有就是這個東西 然後它的chart title指的是它的圖表標籍 ok 然後點title指的是它的字是什麼 所以底下的話我們就是把它改成歷年切道折線圖 然後這個地方顏色的話特別注意 以後如果在VBA裡面 關於顏色部分 你們可以記一個函數叫rgb 那rgb的話顧名思義 就紅、綠、藍 那顏色的話最多是255 最少是0 所以如果要紅色的話 就是r全部 然後其他沒有 這個紅色 ok 所以上面這邊變紅了 然後呢 字的大小就fone size 字的大小變20 然後這個初體字要的話 那後面加等於1 其實如果你不用等於1的話 你等於true也可以啦 其實在程式裡面true就是1 那force就0 所以有時候我偷懶的時候 我常常會把true打1 然後呢 force打0 ok 這也都絕對合法 ok 所以呢 要的話就是true 有沒有 它這邊變出體了 最後的話呢 還有一個第三個 第三個主要就是說 因為我們最後會把這個圖粒 有沒有 這個叫圖粒 把它關掉 有沒有 關掉我們是點它 按delete 可是其實程式只有一行 就是叫has 有沒有 這個東西叫lection 有沒有 就是要不要圖粒 後面等於force 就ok的 其實我剛剛講啦 如果你不要用force 你輸入0 對不對 也可以啦 你試試看嘛 應該沒問題 有沒有 關掉 所以你以後看到 有人把那個force寫成0 把處前1 也不要覺得意外 反正就是 有些地方程式寫法 就是每個 所以程式真的寫法 其實還蠻多元的 那最重要的是 你自己要有整理出 你自己習慣的寫法 就ok了 那你想說老師 那如果我不知道說 要產生什麼樣的圖的話 那其實我跟各位講 像這個地方喔 你如果要錄製的話 其實只要錄製 開頭那個部分 後面這些 我建議你直接用貼的就好 所以其實喔 假如說 你要產生樞紐分析圖的話 需要自己改的 其實就主要是2跟3 所以2跟3 你可以用 我是建議用貼的比較快 因為你還改比較麻煩 另外還有哪些地方 就是坐標 有沒有 Labs跟top 還有寬跟高 這個補上去就好 所以你只要錄什麼 錄最基本的 你這個圖的樣式 當然如果你會樣式的話 樣式主要是這兩個參數 如果像那個 有節點的折線圖 你假設不知道 怎麼去下這個參數的話 那沒關係 你用錄製的 錄製一下 可以看一下喔 一樣的道理喔 所以這個sub 假如我要重新來過的話 一樣先彩排 不過我想彩排差不多 所以我們就從這邊開始 OK 所以喔 游標記得是放在這個 樞紐分析表裡面 接下來的話 錄製具型 名稱的話 叫樞紐圖好了 OK 然後 一樣喔 把剛剛彩排一下 只要做基本的動作 就OK 按確定 然後呢 把它蓋過去是 好 接下來的話 第一步 尤標記得在這裡面 就不要動 然後分析 樞紐分析圖 然後我需要一個 有節點的折線圖 OK 然後按確定 好 那跟各位講吧 這樣就OK了 其他 不需要再做了 為什麼 其他自己來改就好 包含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這個位置 放在這一點上面的話 所以喔 待會要改了 大概會有三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 把它的那個位置 跟寬 寬的話也許我要十個 十籃寬 高的話也許就是 大概二十列高 二十列高 那我該怎麼改 我錄好了 大概錄這樣就OK了 你說這個title 沒關係 我覺得用程式改比較快 這個關也是用剛剛程式改 直接貼過來改比較快 我建議啦 OK 那這樣的話 就可以把它停止錄製了 所以其實只要插入那個 樞紐分析圖 然後選你要的樣式 好 停掉就OK 接下來一樣 到那個聚集裡面 找找看有沒有樞紐圖 有 OK 編輯一下 那改的話 你會發現只有兩行 有沒有 這個是上面註解先拿掉 OK 好 那其實主要是要取得這個 這個叫有節點的折線圖 然後它的來源在這邊 那你想說 如果我要修改它的什麼 它的位置的話 其實主要就是 先把這個刪掉 所以喔 要改的地方總共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坐標 我希望幫我放在 看一下 其實主要是這個 這個地方 各位可以看喔 這邊 主要是這個 到這裡 黃色區域的mark 那比如說 我今天希望放在哪一點呢 放在那個 第二的左上角 所以你可以跟它講說 請你 所以 參數記得放在 這個 這個 這兩個不要動 逗點 先加兩個 兩個什麼呢 坐標 坐標就放在第二 這個儲存格 所以基本上你要指向這一點喔 那指向這一點怎麼指喔 就是 range d2.lapt 先lapt 指的是它的水平坐標 OK 所以你就打上 range d2.lapt 逗點 這個是水平坐標 那垂直坐標呢 記得 你可能要記一個屬性 叫做 d2.top 所以 水平是lapt 然後呢 垂直是top OK 這樣的話 它就會先幫你把它放在這個 第二的位置 接下來的話 寬多寬 寬的話 我希望 就是幫我 一個儲存 十個儲存格寬好了 反正儲存格寬度跟藍寬是一樣的 所以我就逗點好了 那我自己 習慣上 把這個d2複製過來 它的寬度等於點 其實有時候你可以善用點 點的話 會有出現寬 寬的話一定是with WID 然後如果要10藍寬很簡單 乘以10就可以了 它就乘以10 豆點 再來多高啊 高的話就是 一樣 不然就用這個 第二 一樣是儲存格的高度 其實儲存格的高度 其實就列高了 你也可以用Rose 點Hight也可以 只是 有的時候拖懶 OK 然後點下去之後的話 高度是H開頭 H 這個height 然後幾列高啊 乘上20 你不要這麼高 沒關係 你調整 這個數字是可以變動的 所以基本上一個圖放哪個位置 它的寬跟高設定好 這樣OK了 接下來的話 再來這個第一個OK了 那底下的話 第二就是它的 藍位的 Title名稱 跟要不要把圖力取消 所以2跟3 就剛剛這一些啦 我是建議啦 因為你用錄製下來改 我倒覺得你乾脆拿這個來當範本 因為有時候滿脫軟的 因為你變來變去 頂多就是這些東西嘛 還要變什麼東西 如果你還有別的 你就錄製 然後看一下它的相關的程式碼 一樣可以再把它加進去 沒問題 把它貼上 所以上面1的話 我看1就這個 新增折線圖 好 那理論上這樣就沒問題了 那最後你可以把它run一下 比如這個1 2 3 滿清楚的 應該 應該坊間書籍 我還沒看到我寫這麼清楚 執行一下 所以這邊把它執行 它就run 那最後你想說 老師那我希望 可不可以直接就在這邊增加一個按鈕 然後按一下它自動幫我產生這一個 那你就把它二合為1嘛 有沒有 叫什麼 例如這個叫例年 所以你可以再增加一個sup 把二合為1 二合為1的話就是 在這邊先新增一個sup 然後名稱叫什麼 例年切到折線圖這個名字 然後再按成enter enter 它要enter上 然後你再先什麼 先扣 那個什麼呢 扣這個東西 樞紐表 有沒有 然後再扣樞紐圖就可以了 也就是你要把這兩個串一起 因為如果你假設 將來執行要分開執行很麻煩 那你就怎麼樣 先扣樞紐表 然後再扣樞紐圖 那這樣不就是 它會自動是一個這個sup 那將來的話 你就是可以在這邊 再增加一個按鈕 按下它 就可以產生這個 那你就OK了 不過我剛剛要按那個 那個按鈕的話 反正一樣 插入這個 然後這邊加一個這個 然後一樣指向它 建議把它複製一個名稱 按確定 然後把它貼過來 好 這樣應該也就OK了 OK的話呢 我就把這個把它刪掉 其實不刪 應該它會自動跟我刪 這個也把它刪好了 OK 所以喔 Final的結果 按下它 它要先有個表 再一個圖 這樣就OK了 就自動化 給出來 OK 因為時間關係 後面還有 那個可能自己照 一樣畫葫蘆 我想應該畫得出來 那如果有問題 雲端上其實有答案 OK 試試看